变宗节目一起谈恋爱 出现了一位身价上亿的女霸总 她在节目上随便带的一款 手表同款都需要350万 再来看看她豪华的家 衣帽间有四个家礼物品大多都是联名款设定 关于学历背景陈如意有简单提到过 她是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北京读的 本科是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读的是时尚销售类 这所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太不一般了 她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领军高等学府之一 并因其毕业生就业率位居全傲榜首文明侠二 在制作大学学习 每一年所需要的费用大概是在22万到30万人民币 陈如意对于自己的职业介绍是 从大二开始就自己创业 大二、大三就没有向加利亚要过钱 现在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 也就是说在国外大二的时候 陈如意就开始了自己创业 自己赚一年30万的学费 那个时候的陈如意大概也就不过20岁 大家20岁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 陈如意真的是理想中的独立 努力又强大的女生标杆了 她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多元化 可以说是动静结合有充满力量和酷散的拳击 还有比较艺术感的画画 弹琴和设计 有时候越是优秀就越让人不敢靠近 陈如意在节目中就是这样的存在 女生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男生则是把她当成是陪衬 看到弹幕中有观众评价 陈如意非常好的一句就是 如果不是这个节目 这些男嘉宾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她 就算遇到了也不能与她交流 第一天没有一名男嘉宾给她发心动视频 她把心动视频给给一个同样 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男嘉宾 没想到第二天却成为这名男 嘉宾向喜欢的女嘉宾炫耀的资本 第二天陈如意和心动男嘉宾一名 还有一名感兴趣的一位女嘉宾 倩倩一起用餐 一名就当着倩倩的面 直接说陈如意昨晚的视频是发给自己的 陈如意当场尴尬的笑了笑 在用餐之时 二人也把陈如意 K姐当做了背景板 旁若无人的秀门爱 当K姐想要加手边的菜之时 倩倩直接把那一碗菜 担给对面的一名了 K姐只好尴尬地缩回了想要加菜的手 这一下双方又互动上了 K姐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也不知道究竟该吃哪一盘菜了 在需要攀岩之时 男生们都表示会恐高 不能攀岩 而另外一个女生打着石膏 腿脚不方便 于是她自己就穿着高跟鞋攀岩起来了 K姐也是直言 这是她第一次穿高跟鞋攀岩 当K姐做出这一切之时 男生们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而女生则是有点不忍心 当K姐看到其他嘉宾 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信号 和亲密互动之时 她看到了都会主动给他们腾场地 真的是懂事的让人心疼 有人看了K姐的家事都表示 以她这样的条件根本不需要上练宗的 参加练宗大概是因为 想要给家里企业做一下宣传 这一群男嘉宾都配不上她 别说男嘉宾就是这一群女嘉宾 在现实之中 如果不是因为练宗这一次机会 也是接触不到K姐这么强大的女生吧 有钱并不是她可以骄傲的资本 K姐疯狂吸引小姐姐关注 观众为她打抱不平的原因在于 她太懂事了 又非常优秀能力很强 这可不就是我们向往的标杆吗 这是唯一一部练宗仅仅看了两期 就希望女嘉宾可以独自美丽的 这些男嘉宾目前的表现都太拉胯了